唐朝的时候 柱又出现了一种新功能 那就是占卜 用柱占卜在当时非常流行 很多人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 一般都要拿筷子来算一算 到了宋朝 柱摇身一变 成为了嫁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陪嫁柱寓意着小夫妻成双成对 永不分离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 宋朝人吃饭跟现在吃西餐一样 一边是扁勺一边是筷子 左右开工 直到后来南宋大如初熙说了 所为一名绅士 应该只用右手吃饭 也就是拿筷子时一定要放下筷子 拿筷子的时候一定要放下筷子 而放下的筷子和筷子 都放在筷枕上防止弄脏 明朝之后的柱叫做筷儿 到这儿终于算是跟筷子这个名字 搭上边了 另外明朝之前筷子的形状多种多样 但到了明朝 方头原身的筷子成为了主流 方头原身一方面代表了天元地方 天长地久 另一方面方头筷子放在桌上更加稳定 而且当时怎么放筷子也是有讲究的 明朝有一位官员 在跟猪人章吃饭的时候拱猪 也就是把筷子横放就被定罪大不尽 连官位都丢了